大家说疫情解封以后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我们连山区的小县城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这个整个样的辣椒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月15号农意12月24 也是南方的小年 我现在是回顿了我的老家 中国南方的一柱山区里面的一个小县城 今天我是要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这个菜市场 给大家看一下在疫情解封以后 第一个春节前夕 中国南方的这种山区里面的小县城 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大家也看得到吗 今天天气正好是在下雪 冬天必须要有雪的这个影子 才感觉到像是在冬天 大家看一下正在飘雪花 我们这个小县城的之前 连续很多年都是贫困山区 都被评为贫困县 这是最近几年脱贫嘛 所以也来带大家看一下 中国南方山区贫困县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 一个发达程度 我现在这一条巷子 是一条老巷子 这边是属于县城的脑城区 我们这里是湖南东北部 叫做向中偏北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前面那边就到了这种菜市场 而不是农民自己弄的 就是自己家里面有什么东西 老师没卖 看到没有 就在前面好 这边就带大家看一下 这边这个菜 你看这个 地区马蹄 这个狗肉羊肉 草莓 这边是自己家里面做的这个菜 看一下 跟老人家自己种的姜 摩鱼豆腐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各式的菜 豆豉 辣椒 猪血丸子 黑色的 这边是卖肉的 再看一下 这边是卖蔬菜的 看看这个鞋子还是有人在这里包 柏月豆腐 人家 这个货桶 看一下 这都是一些好人在卖这个几次 家里面做的那个菜 辣椒 胡来人怎么能说的 辣椒的 是吧 这个豆腐 各种各样的豆腐 还有新鲜的紫色 都是完全 湖南特色的都是 看看 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各种各种各样的辣椒 这是胡来人的珍重啊 各种各样的辣椒 这边是卖 看这里辣椒 这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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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 这边是 这边的香菜 自己家里面的 看 这一排哈 这个人 这个早上啊 下学 看看 到时候都是有卖辣椒的 看没有 这个是卖荤菜的 这是湖南的 海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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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子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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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看看这一边 就这一个地方啊 非常的热了啊 带大家逛一下 咱们湖南山区贫困县里面的这一个 带大家看一下湖南山区县城里面的 这一个农民自己的农贸市场 这个就是自发的摆摊子的 还有市场化管理的 就在就在那一边了 在那个室内 这个是室外的 这个地方是咱们县里面允许摆摊的啊 大家家里面有什么东西都可以爬过来卖 一般上午比较热了 下午的话就都收摊回家了 是吧 这个火箱太难了 这边啊 有六十九块 这边的木屋 看一下 那个小木屋 这个木屋 这边啊 六十九块 这个 这个下的雪啊 零下一度到零度左右啊 看看 大家说 疫情解封以后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我们连乡下的这种小县城都 山区的小县城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就是在疫情解封以后 差不多大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这是中国南方湖南省的山区县城 现在看人人带人忙是吧 大家口罩还是戴着的 但是这个市场氛围已经起来了 看看是不是 好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哦 我要不再到里面去 拍一下这个超市里面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的超市 这就是设备正乏的超市 外面是老百姓司机买了他 这里面人也是买过的 好了 那这个视频就先在这里 我其实要去买个东西了 就这样好了 谢谢